標準工時不立法,打工仔繼續被欺壓 BOSS! 你遲了兩分鐘 根本要勤工? 沒有啦,你OT多四個小時才走 拍一張照片 嘩嘩嘩,做打工仔真是好慘 我以OT四個小時,計那兩筆走 比一百分勤工啊! 定了標準工時,打工仔就不用太醜了 可惜標準工時委員會研究了兩年 竟然得出過這樣的共識 一刀切,是行通的 但又同意立法規管工時政策 第一,僱傭合約一定要列明工時,休息日等等 明年連賽幸政府交報告 我們很希望合約裡寫明 每個行業的工時,每個行業都不同 我相信我們最重要是達到一個共識 是毫無意義 即是說清楚給你聽,你怎麼被人剝削 這樣解釋的意思 但是沒有說到一個共識 你又要加班補水 你繼續被剝削 只要老闆說,誰要說 他只是問你做不做,我現在十六個小時 什麼定了,這是廢話 我覺得他在騙香港人 梁囚廷就說,整份約沒有標準工時的字眼 明天老闆怎麼定工時時數都行 基層員工根本不能說不 批評專責小組是大石砸死蟹 他可能寫了寫多些 寫了十個小時 可能我們還不夠十個小時 我們已經做完了 會不會減我們工資呢 做點心師傅的興哥都說做法倒退 既然標準工時不立法 又沒有規定加班補水 寧願不實行好過